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完全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彪白色万金油啦 阿嬷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不和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 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彪在手,全家神队哟 全台各大药局去城市康市每街有贩售 会属城自治第015702号 北市卫药广自治第113040234号 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预计注意事项 保护武艺术 今天的保护武艺术 逢问的是黑熊学院 他是共同创判人,他也是首次顾问何成辉 大家都叫他小小 来,小小你好 大家好,这件好 其实国内觉得民防 自我防备是不是就是要有战争啊? 不一定啦,不一定是战争啦 天然灾害啊 好,像台湾就有台风啊,台湾啊,台湾啊,甚至说我们说叫做复合型公共灾害啊,比如说一灾八仙城爆啊,气爆啊,瓦斯气爆造成那个大规模的爆炸和那个,这个都算是啦,那都需要防灾应变啦 所以没关系人祸嘛,天灾,天灾人祸都有啦 还是复合型的 复合型的 有这方面的评估吗? 呃,我们的课程里面就,第一堂就是那个,认识现代战争啊,就是跟大家说,现在国际局势,现代战争会怎么发生啊,发生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要让大家知道怎么应对这样子 小小小,你有特别说现代战争,是说,是不是现在战争会想象跟我们以前想象不一样 不一样,以前我们说前线后方嘛,战争都是在前线发生,后方好像没事情 所以有一句话都要顾守大后方 对,顾守大后方,现代战争是这样啦,前线和后方的区别很小 你看像乌克兰,乌克兰他打仗,一打就包括会打到首都嘛,更明显是最近那个哈马斯,以色列,他旁边就举办营业会,从天而降,那个恐怖分子下来 这样会突然发生,就发生在你周遭 所以前线和后方的区别越来越小,然后现在甚至还有战争还有那种网路啊,网路啊,网路空间啊,你手机会被害啊,会停电啊 这个也是现代战争的形态啦,现代战争的形态非常非常多啦 而且都会发生到你的周边,不是只有军人这里住到啦,不是 可是我们有时候都会想,每次讲到防备啊,战监,我们就会说,国防部,买武器 对,对,对 认知上的说法,那是国家的事情,那是配合演出啦 那不然我们能冲向? 其实战争发生后,高雄的人不会碰到武器啦 可是战争会影响你全部的生活 所以战争中第一个要务啊,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存活啦 你要存活 你想想,如果你少前的时候,你要有人来救 士兵要前线要打仗,还要回头救你,不可能嘛 所以你要先学会,先自保 保护好自己,保护好家人 他再来谈说,你可以对这个战争有什么贡献 所以说到战争,不是要说好,我给你拼 一定有拼的方式啦 不过我们先大家角色扮演要本来清楚啦 对 如果这样,小小如果说有四大人 因为台湾也高龄化社会 那这样年纪大一点的,他的角色是什么? 我们家长辈四大人是非常重要 在民房中非常非常重要 其实我们不是希望他拿着武器上战场 那些他们有很多生活经验 对于这个社区啊,或你住的地方啊,非常非常了解 然后他们有很多工作过去的人生生活经验 所以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他可以指导大家怎么做 哪里有水,哪里有什么物资 可以跟谁联络 他最清楚嘛 里长是谁 里长的电话是谁 他可能都比较清楚 其实在很多国家里面就强调说 像这种资深公民 他要扮演的角色 他其实不是单纯被保护而已 你甚至要让他能有比较主动性的做法 你还要引导他说 请问要怎么做 不然有些老人跟他讲说要怎样 他反而不高兴 可是你刚才问他的时候 他一方面他会比较积极 二方面 他其实他的很多经验 其实是有助于整合你社区资源的一个关键 所以是大人不是我们都要保护 他也会有那种 因为他了解在地 要了解在地 有人生经验 这是有点镇定人心 对 跟你说什么 对 那像在战争里面 男性女性 有不同的感性 像我们说男女平等 所以我们军队中也有很多女性 可是其实整个社会中大部分 我们在台湾 尤其在台湾 这个军事动员 军队至少到现在的制度 和军队的想法 他动员 第一个动员是什么 男性 男性亦男 可是整个社会的维持稳定 其实女性很重要 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 那可是台湾的平凡 或整个防卫思考上面 其实很少琢磨 或说很少跟女性沟通 要怎么样建构起 这个社会中的角色 他在那边的角色 其实我们看路选 我们这个家庭 妈妈很稳定 这个家庭很稳定 所以路选当一个灾难 是重要的感觉 那我回到说 你有说 像男性当然是主要主战力 那像我们台湾 他都有说民防 民防 听起来就是我们这些公民 公民 住起来的防御的能力 对 那他跟国防的连结 跟没有想法是什么 国防 我们现在说国防 都是军事防卫 对 军事防卫 军事防卫 军事防卫的东西 跟修正 比较有关系 所以大部分都是飞机大炮 那些东西 可是整个国家 要能运作 防卫要能运作 后方很重要 像基辅 像乌克兰战争的时候 他们手动基辅 最危险的时候 他面包店 一天还可以开六个小时 然后 邮局 医院 警察局 公共交通系统 其实都还维持正常 你ATM还可以领到钱 那这个对民心士气就有很大的鼓舞作用 然后民众不但在战火中 然后这个社会继续运作 你才有办法有生产 有缴税 然后军队才可以继续打仗 像现在战争有可能长期化 像乌克兰打了两年 快要两年了 你没有生产 军队怎么继续打 所以前后方其实都很重要 那像说国防 当然这个 这一块是我们有在讨论 那像黑熊学院一直比较注重 还有壮阔台湾 你觉得说 那人民的力量 在战争里面要怎么发挥出来 不过是保护自己 还是撑住 撑住 对 撑住社会 应该怎么做 像这样子 打发是天然灾害 像我们有什么软体硬体有缺的吗 你看 我们现在的组织 其实台湾 从体制上来说 那是有所谓的民防团 民防大队 我们说成员年纪都比较大 然后这个还不是最大的问题 多大 平均大概快五六十岁 那有点大 对 这个民防团也是有点资深 对 但是这个其实年纪大 还不是最大的问题 是缺乏训练 像台北市一年的预算 两千多万 然后预算里面只有百分之四吧 是用在训练和装备上 其他是干嘛 联谊 聚餐 那就很高 感觉 是很高 对 很高 这个问题很大 而且他的组织比较久 按照 以前是按照那种支援军队 以前就是 二次大战后的经验 可是现代战争不一样 现代战争不一样 你后方会直接被攻击 以前后方被攻击是很后期的事情 你大部分就是躲防空洞这些东西 那其实现在后方 你其实应该要能 尤其像民间的力量那么强大 应该是要能让他花费 我们叫做自回复力 就是任性 比如说像我们有天灾 有台风 有地震 我们每次遇到大型灾片都等军队来 其实这不对 因为像重型机具 民间也有 民间也有 你怎么样去动员民间的机具 和人力来维修 这个比较重要 你说就是 我们有这种治愈能力 我们感觉有人说 我喝的开水好好休息 我也会好 对 你靠你自己产生出来 那我们抵抗力 那像在灾害里面 因为它是自然发生 这要怎么去动员 还是靠民房团吗 现在我们现在的政府 因为民房的主折单位是地方政府 所以地方政府本身 如果对这件事情的运作不熟悉 或者说组织不好 组织力不好 就会变成那些民房团 放在那边没有用 我们以现在台湾的民房团的数量很多 好几千 好几千个 然后各地还有各种各种民房团等等 可是我们很少听过地方政府怎么去统筹运用它 像921 921地震 或者说我们大型风灾 其实你可以发现地方的动员能力 运作能力不足 都到最后都要靠中央派军队下来 其实这个是要检讨的 因为照说应该有能力做这些事 因为台湾不是以前 台湾现在是工商业社会 其实技术装备什么东西都很多 那你刚刚讲到说 躲防空洞 就是地下化 我们台湾有防空洞 按照警政署 警政署的说法 我们的防空避难设施 大概有9万多个 全台湾9万多个 不过这9万多个 很多都没有办法用了 为什么 因为它很多都是 它家里你只要是地下室 家里有地下室 那就是防空设施 都被规划为防空设施 可是大家去看 有些老公寓的地下室 其实有的锁起来 有的里面铺不通 就是里面塞满了杂物 而且我们的防空避难设施 也变成说只是有空间 没有像国外的标准 是要有饮水 食物 医药 而且要一定天数 像瑞士要10天 大概平均都是要10天到14天的分量 我们没有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大部分比较好 目前比较好的 防空避难设施 是集合住宅大型公寓的 地下停车场 那其实很好的防空避难设施 是没错 可是它不适合长期在里面 因为那里面可以运用的原因 是因为它有抽风机 你才有办法把那个空气 可以流通 可是战争它可能会停电 停电 那里面如果没有紧急发电机的时候 它就不能运作 而且里面也不会有 我刚刚说的这些设施设备 所以台湾的这些防空设施 其实需要更新 要upgrade 要像日本这样 要有防塞设备 设施 这个是台湾虽然有9万多个 很多不能用 而且还有很多 很多就是你在路边 比如说你在地宝 地宝的防空 那个地下停车场 不能进去 所以目前我们盘点 说9万块的 如果什么栽变 你能备一下 可是那个只是 一个数字 一个数字 可用数字 是不是还需要更确认 还要再确认 而且还有一个品质 你可以真的当地宣伙 对 人家撑10天 最没人也撑个一个礼拜 对 今天发问是何晨辉 是黑熊学院 共同创办人 其实没有一个人想要战争 还是说有栽变 可是我觉得 最后还是用面对的方式 对 这是一个风险 如果是有风险 但我们来做法 是要了解 是如何发生 如何准备 这个态度 还是比较正确积极的 所以我们的关注度 有国防之外 那我们自己能做什么 民防 还有一个最重要 待会讨论到新防 为什么新很重要 马上回来 国际防灾日 今天的奉务是 黑熊学院何晨辉 共同创办人 小小我又继续请教你 像我们民防 新防 很具体来说 有人证实过说 我平时这样自我操练 读到的事情很有效的 有一个中文名的例子 日本三一地震的时候 日本有一个小城市 海边的小城市叫辅食 辅食国小 那个三一那一天 刚好是日本的小学 刚好那个结业室 就是学期结束 要去放 结业室那一天 结果 当然就是结业室 然后学生就回家了 没有在学校 结果地震 然后地震 当时老师就很担心 因为随后半个小时后 就引发海啸 结果最后的结果是 辅食国小 所有的学生 所有人都生还 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罹难 他们是靠海边的 靠海边的学校 刚发生的时候 地震刚发生的时候 还有学生在海边钓鱼 可是他们 可是他们一地震 警报 还有地震一发生 他们所有的学生 不管在家里 或在哪里 在海边 他们马上就往 按照平常的训练 往高地跑 甚至阿公阿嬤说 这个地震摇一摇就好了 结果等一下就没事了 他们还会拉着 阿公阿嬤跑 说不行 留在原地就会死掉 然后就带着他们 一起往高地跑 结果最后全部存活 在日本被称为 叫腐蚀奇迹 因为这全部都是 小孩子自救 没有老师 没有大人脚 所以那天他不是这么好 他们是都已经回到家里 回到家里面 对对对 做自己的事情 结业室嘛 学期结束嘛 结果他就 结果还好他带着大人 还带着大人逃亡 所以后来人家称之叫腐蚀奇迹 可是访问那些小朋友 那些小朋友说 这不是奇迹 我们每天都在练习 老师都有教 然后一天到晚 练习要跑 而且一天到晚告诉你说 你要记得 要往哪里走 往高地走 必定点在哪里 是这样 所以确实有用 所以不是奇迹 是一个训练的成绩 对是一个训练的成绩 对 我觉得那个 我们台湾人 我说也是 我们本人没收乡 因为我们台湾 也有刚才那些 那是921 921 对对 那我记得 那年我多年 我日本回来没多久 我有当初准备 他们有地震防災包 对对 放门口 还有放水 瓶装水 放口粮 还放那个收音机 对对 放了一些东西 还把证件放进去 我爸把我黏成这样 他说不用啦 不用怕啦 其实这样做是对的啦 其实这样做是对的 你是说不用怕是对的 还是防灾包 防灾包 日本有的防灾包 我们黑熊学院 跟学院上课中 有一堂也是叫防灾避难 也是强调说 要平常准备好防灾包 就是一个带走 可以三天 三天可以使用的 的背包 包括水 包括食物 包括保暖装备 等等 其实这个有备无患 有备无患 然后其实日本的 这个防灾避难产业 非常发达 我们有参观过 看过日本的 产品非常非常多 而且都非常实用 例如说 例如说 比如说他们像有那种 罐头型的面包 看起来是罐头 可是它是长效型 可以放 我记得好像放五年 还七年 面包 我们有吃过 还蛮好吃的 还有饭 它各种各样的 另外还有就是 可以折叠起来的头盔 就是你东西怕 你在移动的时候 像地震 怕会有重物 砸到会受伤 或刮伤 所以你要戴那个头盔 它那个头盔是可以折叠起来 放在背包里面 要用的时候 把它打开 它再把它组合起来 变成头盔 他们的设备非常非常多 然后就觉得 设计的都非常好 所以日本的 这么多准备 它是在防天然灾害 他们主要是防天然灾害 可是我有看过 日本那个东京都的 防灾手册 它也有说战争 要怎么应对 而且它说法就是很简单 就是把它类型化 比如说空袭 我们台湾最讲最多是空袭 可是他们会 还有说飞弹攻击怎么办 恐怖分子攻击怎么办 而且他们都讲得很简单 一页就告诉你清楚 你要怎么应对 一个还有图这样子 没有多少字这样子 所以念恐攻 恐攻也有 还有什么杀林毒气 因为日本有杀林毒气事件 他那是当电车里面 所以他现在化学攻击的时候 你要怎么应对 他也有说 所以这是算一种科普 就是生活里面 有在使用 像我们的一般人 好像每次听到这个 都不是很舒服 这是很正常的吗 人的习惯都很这样 昨天没发生的 昨天没发生 今天也没 明天才也没可能会来 大家的想法都这样 可是这很危险 基本上这很危险 因为俄乌战争爆发前 前一天 我记得很清楚 乌克兰的电视台 还去采访当地人 街上还有人在跳舞 伴舞会跳舞 他说人家都说 我们明天 人家都说 我们会发生战争 你们觉得怎么样 不会啦 他们都说不会 隔天就发生战争 所以与其这种 变突如其来 不如你面对 他的可能性 做好准备 你才不会慌乱 其实发生这件事情 最可怕的地方 不是实际上损害 是你因为慌乱 造成的附带损害 对 其实这个慌乱是很大的成本 因为这时候 除了自己心不定 有可能被假讯息 人家说些什么 因为我们很听不听的 对 就可能就失去了判断力 对 判断力就下降 你也就做出错误判断 可能就会造成损失 所以说民房跟新房 是白作为 是 新房是 新房要怎么戒定 我有新房 怎么训练 其实新房说简单一点 就是危机意识 你觉得这个事情 可能会发生 你要评估 它可能会发生 然后发生的几率是怎么样 以及它发生的样态 会怎么样 会怎么影响你 然后就这个 了解了这个东西 你才会开始在做准备 我常常开玩笑 好像我们没保险 保险 你就觉得可能会发生车祸 所以你才会买车险 如果你都觉得 没有不会 我开车很好 技术很好 那你没买 发生你就糟糕了 所以你还是会 有备无法买个车险 其实这个意思也一样 房灾 房灾是这样 然后运营房 最国防也是这样 因为我们一般 每天才会讨论 这个是纳税人的急 对国防的部分 可是相对国防也较测 我们也没真的了解 对 所以回过头 新房和民房 切身 我们会做的 所以像很多的讨论 都会说 假讯息 会影响到我们的新房 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常常碰到诈骗集团 诈骗集团就是某种形态 给你错误讯息 让你做出错误决定 变住就是突破新房 对 所以你就降低戒心 然后你会听他的 比如说投资也好 或者说装成你的家人受伤 赶快来救他 对你就会听他的指示 其实某种程度来讲 认知的基础 就新房的基础就是这样 我如果让你改变你的认知 你就会做出 我希望你做的事情 对他们来讲是这样 那所以我们对于 这个防备认知的部分 就是你要能去分辨 分辨这些讯息 或者说评估判断 这件事情 可能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所以小小意思是说 这好像诈骗集团 他先设定一种方式 给你引导那边 对 通常都是从你关心的事情开始 我们就相信说 我们今天就要拔掉 对 这时候当然愿意付费 付费 对付费 所以我们平时的判断 不是这样 对 可是一些错误讯息 给我们的惊得不对 所以战争的时候 大量的假讯息会跑出来 对 战争的时候 是假讯息最多的时候 所以其实一般来讲 认知战的第一个阶段 其实平时还不是 以这个假讯息为主 主要是以阴谋论为主 但是战时的时候 就战前和战时的时候 就都要许有几个阶段 跟战时的时段 那个假讯息最多的时候 这样子 那就问 那种假讯息是类似什么的 比如说他会跟你讲说 这个 比如说如果打仗的话 他说国军已经被打败了 那个解放军已经杀到台中市 台中市 那你可能就紧张慌乱 就可能就冲出去 抢物资 或者是想要到处跑 就造成交通 交通阻塞 或者造成灾害 这种状况 对对对 所以说 那像这样的话 你有些灾难的时候 他有没有可能还是有 比较通一个正确讯息的发布 有 通常来讲都会有 我们都会建议说 你要听这个政府的 政府的相关组织的网站 毕竟可以查证的比较好 就我们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我们疫情的时候 我们中央疫病 疾病管制中心 然后他们下午两点 都会召开记者会 那个讯息就会比较固定 不要听随便乱讲 什么网路上传的 那个就没办法查证 一个正确 一个疑似感也很安心 所以那时候大家 对对 一个疑似感也都这种不重要 那是国家告诉我 现在状况是怎样 对对对 好这个是 就是对抗 这个让我们的心房更强 对抗吃消息 刚刚有一个 像民房 因为我们这个 说不定长期经营 因为那不是 某方面也算是办个人 这个怎么经营 因为民房还是心房 这个他就是备而不用 对 他跟国防水源是一体 可是那比较在个人的 这是圣勇组织吗 你也可以从个人到家庭 家庭到社区 community 社区 社区再到你的附近的邻里 这样 就是我们会说 去中心在地化 然后再透过这个再组织化 地方的再组织化的方式 来做 那当然中央能来统筹 当然是最好 有资源来协调 让它更有效率 但是你至少在地方 你可以先从 我们都会说 有点到现到面 你先你自己保护好 然后再家人 家人 然后还是你的邻里 你的社区 然后再邻里 这样子 我们常在说 我们要爱台湾 爱自己的土地 从自己做起来 要从爱自己 爱自己做起来 对对对 你知道你什么人 你在台湾 你能从什么回来 保护好自己 对对对 我们就是台湾的一部分 对 好 那今天谢谢 小小 谢谢你 谢谢 博多无意义 最精彩的利用 在Spotify Google Podcast 还有Apple Podcast 都听得到